关闭疫情对许多行业带来沉重的打击 不过也有一些业者决定放手一搏 透过转型改变公司的命运 例如有食品制造商前后经历了SARS和关闭两次疫情 但是当年开设门市店面的转型模式 套用在目前的情况却并不受用 而且要重新地打入网络市场 也有传营公司看见市场的需求 大胆地跨越领域在本地生产口罩 一起看看他们的故事 口罩不停输出 谁能想象这家公司六个月前和医疗根本沾不上边 我意识到在新加坡在新加坡里有一个大量的消息 当我聘用外国家的购书 他们说在30至60至90天 我决定为何不在这里开始一个工厅 我们会在这里建设一些工厅 也会建设一些工厅 符合本地跟外国的法律 另外一个是说怎样去做一个好的 価格管理系统 为购买关键的口罩机械 老板在网上物色供应商 好不容易买到了机器 但原本能到厂指导操作的技术人员 却被旅行禁令给困住了 但他们很帮助 他们说他们会做到虽然 他们每天都指导我的技术 可展新的工厂需要更多人手 老板想到了面临裁员危机的制造市场 一石二鸟 我之前是在一间物流公司担任货重主管 因为疫情关系 我失去了这份工作 因为我是被公司裁员 所以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找到这份工作 我真的是很高兴 因为在这种艰难时刻 要找到一份工作不简单 所以我要感谢我的老板 可以拼近我 这些工厂能够製造15,000罩一天 经过三个半月的努力 和政府部门的积极配合下 公司于六月初正式出产口罩 接下来这些口罩将供应给本地企业 零售及海外市场 疫情海啸中靠转型求存的 还有这家娘惹糕点制造商 酒店呢跟那些 那些生意完全都 他们的这些餐厅都需要关闭嘛 所以我们那里受到影响 而且过后我们的店门呢 也是不能开 是有90到95发现的影响 生意跟着酒店及邮轮等主要客户大受影响 门市店铺也关闭了两家 讽刺的是 这些店面在SARS爆发期间 曾是守住生意的救命稻草 SARS来了以后 我们的那个旅馆的生意全部没有了 全部没有了 还好因为我们有在Tagashima 那个时候还有人在那边走动 就是这样呢 我们通过那个时期的挑战 顺利度过危机后 公司在2012年交由女儿管理 今年初流行病疫情再度肆虐 现任老板一样画葫芦 决定再开实体店面 有另一个呢 那个律师的文件全部都进来了 但是我们怎么讲呢 可能是God feel吧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签嘛 因为如果你签又有一堆钱 要lock在security budget里面 而且要花几万又要去建它 所以幸亏啦 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开始那个 阻断措施开始后 零售市场也受影响 和SARS不可同日而语 但业者没有一觉不振 开始朝网络市场动脑筋 我还记得有一整个月 还是一个月半 从两点到四点的早晨 我只是在拍照 因为网上需要拍照 如果你看我们以前的网络 真的很难看 因为我们没有想过 这个那么重要 业者也开始注重品牌建立 翻出早年的传统娘惹食谱 在网上传授教学 也推出针对阻断措施设计的产品 生意甚至几度超过以往的业绩 喜欢这些挑战 我觉得是在挑战里 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机会 如果没有挑战 可能我们不会发展的那么快 可能我们不会发现到 我们的坚持力 我们的creativity 今天的《诗诚有约》就播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